孔慶君66岁 李懿退休金3000元 儿子已婚 公租房56平 太远了 从我们台打车 到底这家的50多块钱 是 这家的不是公租房吗 我这屋里太破了 还买了 就这么穿鞋进去吧 来吧 进来吧 看看我的灶类 乱七八八 这房不一般的乱七 我没收拾 我说孔慶君 孔慶啊 虽说一个单身老爷们 能把他收拾得干净利索的 的确是不多见 但是啊 你这家让你造过的 也属实是有点让人看不下去远了 可孔慶啊 自有他的一套理论 他说呀 这男人手巧可不在家务上 来 让你们看看我的大作 我这是烤蛋糕有几期 烤啥蛋糕啊 就吃鸡蛋糕啊 烤啥蛋糕啊 不是 不是 就是那个小蛋糕啊 大饼吧 没见过呀 没见过啊 我自个做的 你能见过吗 我自个设计的 我原来 原来的话 我就是食品厂的厂长 面包机师 我电汗的话 我都会 我就是为了 我不是不是在家口 我要上市场 我要上找事 我要去赶集 现做 现卖 要不是把你的大炉的话 你不是搬不了 孔叔说啊 年轻时 自己就爱研究这些机器啥的 这岁数大了呀 人更不能闲着 虽说自己每个月都有三千多元的退休金 但是啊 还总想着再研究些赚钱的道道 这是这是我崩的旁边花 是那个孙j 你回去摇摇摇摸摸 对对对对 对对 对对 我不摇了 我给他赶了 嗯 我赶成垫子了 自动的 那玩意呢 那机器哪 我机器在我爹 我租了个房 我租了个地方 租了个地方 我在这儿干活 连把我的东西全在那儿 离今儿远 不远 我车了还去 行行行 我连去看看这包团鸡 说走咱起身就走啊 开车也就五分钟的路程吧 我们就来到了孔叔在家附近 特意花一千块钱租的小仓户 到了那儿 孔叔就迫不及待地 跟我们展示起 他最得意的大作了 全国都赌一份 因为什么呢 他们都没像我这么做 一天崩十锅八锅 令他轻松加愉快 但是我还原来 原来我没往商店送的话 我还卖 一天我弄个百十块钱 孔叔说了 他这人吧 这辈子没啥爱好 不抽烟不赌博 就爱琢磨些挣钱的道 可老天爷偏偏爱跟他 把玩笑闹 要说按照孔叔这种 能钻研爱琢磨的劲 不说发家致富吧 可总不至于到了这个岁数 连个房子都没有啊 哎呀 我这辈子啊 什么都叫我干到了 最开始上班 17岁就到梁店 二岁就当了梁店主任 原来的话 我就是食品厂的厂长 面包机师 完了之后下岗 下岗了 就帮包美花 养猪养牛 养猫驴子 养鸡 反正几乎啊 没有我没干到的 我还我还干过 人工打管配牛 我还有证 我这一辈子啊 没有我没干回 汇得太多了 就啥也不适着 这山望着那山高 上了那山 把脚敲 孔叔总结 自己这辈子啊 就像那股票一样 是高开低走啊 不过自己的心态啊 一直都很好 他也始终相信 只要自己不放弃啊 总会有翻盘的那一天 哇 凉了 这也是你自己焊的吗 我自己做的 因为我买的塞底 那标的时候 我给我盆改的 不是 我看着我刚刚说的 我说这不是盆吗 给我盆改的 尝尝吧 好吃 你给我尝尝 这八花帮得真好 好吃 你输吗 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